各位同學 我們講主題三 空氣的組成 那空氣呢 最主要有 前三名是 氮氣、氧氣跟氧氣 所以你可以被氮氧氧 那它上面有很明顯 它們是固定氣體 氮氣、氧氣、氧氣 它們不會因為地點而改變 這個比例 比例呢不管去到哪裡呢 在地球上都是氮氣佔約 78.1% 氧氣佔20.9% 氧氣佔0.9% 那其實這個比例 你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為呢這幾年有考試出來 它都會寫比例出來 那你要記得它們是順序以外 氮氧氧的順序以外 它們是78%、21% 0.9%左右 所以都要把它記清楚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是氮氣 氮氣 氮氣是最多的 所以吸進去跟吐出來 吸進去跟吐出來最多都是氮氣 最多都是氮氣 那氮氣呢 我們看它的性質 它這東西叫液態氮 然後加壓氮氣 要變液態的時候 它的要到-196度C 所以它溫度可以很低 低到可以去做精子、軟脂、幹細胞 其代血的保存 所以保存其代血就是用液態氮 然後接著是填充食物保鮮 像有一些鮮奶啊 或者是一些零食啊 或是飼料的部分 都用這個氮氣去做保鮮 第三個是 難溶於水 所以它可以用排水集氣法去做收集 那國中部分沒有任何 這個實驗是在排水集氣法收集氮氣的 然後說一下 那後來是氧氣 氧氣呢 有助燃性 這是你非背不可的 氧氣有助燃性 然後生物生存必須的氣體 就是呼吸作用所需要的 第三個是難溶於水 所以它可以溶於水 它可以溶於水 只是說怎樣 大部分是比較難溶於水 所以它還是可以用排水集氣法去做收集的動作 那氧氣呢 氧氣是惰性氣體 它的功用是焊接金屬 使用來保護金屬 不會被氧化 所以每一個氣體的功用是什麼 你一定要背清楚 好 那最後 這邊有常見的三個變動氣體 一個是二氧化碳 造成溶溶效應的主要氣體 第二是水蒸氣 它會吸收紅外線 然後呢 在國三的下學期會講到天氣的變化 地球科學部分 會說水蒸氣是造成天氣變化的最主要的氣體 第三個是二氧化硫 它會形成酸魚 然後它是二氧化硫 遇到水 會形成叫做亞硫酸 變成亞硫酸 要稍微記一下 好 小滴你這個自己看就好 這沒什麼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常見的氣體呢 第一個講的是氦氣 氦氣是密度第二低的氣體 那它比較安全 所以去充氣球 充氣體都沒有問題 那第一氤是誰 是最下面這個氫氣 氫氣 那這個以前也會用氣球 但是它太危險了 因為它會 它有可燃性 所以它如果被溫度太高 它就點燃了 就爆炸了 那工業上的話 現在是用它氫氣跟氫氣 合成氨氣來做使用 那奶氣是惰性氣體 無色無味 沖入霓虹燈發出紅光 只是說現在比較少 用奶氣在做這個動作了 因為都被LED燈所取代了 二氧化碳的部分呢 密度比較大 它不助燃 所以用來做滅火器裡面的主要材料 那可以加壓變成固體狀的 叫做乾冰 固態的二氧化碳就是乾冰 好 下方有三種蒐集氣體的方法 第一種叫排水集氣法 那它一定要蒐集是難溶於水的 難溶於水的 氧氣氫氣氫氣氫氣都可以 二氧化碳也可以用它 二氧化碳也可以用它 那向上排空氣法想一下 我把空氣從上面排出來 所以我要蒐集的氣體 它的密度一定會比空氣還要大 所以它收集起來 它就會往下方移動 所以就把這個空氣從上面 慢慢慢慢把它擠出來了 所以它的重點就是說 使用向上排氣法的是它本身一溶於水 而且它的密度比空氣還要大 所以才適合 它用的是氯化氫 這可能稍微要記一下 那這兩個東西都是一溶於水的 一個是氨氣 一個是氯化氫 那氨氣跟氯化氫相反的地方是 它的密度 氨氣的密度比空氣的還要小 所以它會浮上去 那浮上去就不用向上排空氣法 用的是向下排空氣法 向下把空氣排出來 然後它的密度比較小 它會在上面 就慢慢把空氣擠出來了 好 那我們往下看 這個地方真的是沒有什麼了 所以我們稍微應該要記得 就是說 溶液溶於水的就是 上面這兩個 最下面這兩個叫做氨氣 又叫做氯化氫的氣體 這是比較容易溶於水的 這邊寫可溶於水比較不好 應該寫是極液溶於水 非常非常容易溶於水 非常非常容易溶於水 好 那往下看呢 這邊是在講實驗的部分 不要忘記實驗體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邊實驗體要看清楚了 什麼器材用在哪裡 做什麼用途來 第一個是 左邊這一塊整個都是在製造氧氣的部分 右邊這一塊是製造二氧化碳的部分 我們先看氧氣的部分 這氧氣就一定要記得用雙氧水 反應就只有它 反應就只有它而已 那二氧化膜是幹嘛 當做催化劑的 黑色的二氧化膜當做催化劑 那這個反應呢 是放熱反應這邊有寫 放熱反應 所以整個杯子會燙燙的 OK 那 做 收集氣體的部分 剛好這兩個氣體不管是氧氣二氧化碳 它的 這個 密度都比 空氣還要大 所以它會往下沉 它會往下沉 那 因為我們要收集比較純的 就記得用什麼 用排水集氣法 用排水集氣法 那 收集的氧氣有 助燃性 所以呢 用點燃火材 魚鏡放出去它會復燃 再再度燃燒就要復燃 那如果你要增加氧氣的話 就要增加刷氧水的量 因為它是反應物 你增加一大堆的 吹化器是沒有用的 吹化器是沒有用的 好 那往下看呢 這個地方有一些裝 這個裝置圖 這裝置圖 季頭漏斗的功用是幹嘛 怎麼裝 你一定要看清楚 下方放二氧化膜在裡面 然後由上面倒雙氧水進去 那在倒之前呢 這個水先用倒水進去淹沒 到這個管底 尖端這個地方 末端這邊要先用水淹沒 不然它產生的氧氣會從這邊 季頭漏斗跑出去 所以我只要讓它有一個固定的路線 我只要讓它產生氧氣 從這個管子過去就好了 所以我必須用水先淹過季頭漏斗的末端 好 那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氧氣就跑到這裡面去了 那這邊有幾個重點要注意 第一個是如果反應太過激烈 就直接把橡皮管移離水面就可以了 它就這個地方就會往下下去 它就會一直往上面冒出來 然後第二個是 氧氣 第一開始 一開始呢 你收集到的不是氧氣 是裡面的空氣 所以一開始第一罐呢 先把它倒掉 重新再用第二罐的話 就會是完全完整的氧氣 是純的氧氣了 好 那我們看二氧化碳的製造方式吧 它有兩個反應物 一個是鹽酸 一個是碳酸鈣 鹽酸跟碳酸鈣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雙氧水本身跟鹽酸本身都是混合物 都是混合物 雙氧水本身跟 因為我們這個不會用百分之百的雙氧水嘛 一定都會怎樣 像什麼70% 90%的雙氧水 那鹽酸的部分本來就是氯化氫的水溶液 所以鹽酸本來就是混合物了 好 兩個反應物加上去之後就開始做反應 然後呢 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它會讓火柴熄滅 產生的二氧化碳不可燃也不助燃 不可燃也不助燃 那如果你要增加總產物的量 那就增加什麼反應物的量 所以你就加鹽酸跟加碳酸鈣 就會讓二氧化碳變多了 好 兩個裝置看起來大致上是一樣 只是怎樣 反應物不一樣而已 跟產物不一樣 反應物跟產物不一樣而已 好 那檢驗二氧化碳就是用澄清石灰水 澄清石灰水 也就是氫氧化碳水 這個回去翻我們二年底下學期 有教那個石灰三兄弟 回去自己複習一下 大家應該就知道這邊講什麼 然後它最後沉清石灰水 為什麼變混濁呢 就其實產生白色的碳酸鈣沈澱 這樣可以了 好 那這邊有東西我剛有講過已經重複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 可以自己看 不要像它在那邊打阿欠就好了 來我們往下看題目吧 第一個 關於利用酸氧水製造氧氣的實驗 第一個 季頭漏頭長管末端 要怎樣要末路意面下 這我剛剛有講到 第二個 季頭漏頭慢慢 這邊 加入酸氧水 因為它製造的是什麼 氧氣嘛 所以加酸氧水 第三個 酸氧水分解 就是一種化學變化嘛 所以它這種放熱的化學變化 摸起來燙燙的 這個我們做的實驗 請你要回想它 當時做的場景 要把它記起來 第四個 鋼反應產生氣體 千萬不要蒐集 因為怎麼樣 因為都是混合物 因為是裡面原來的空氣 反應完成之後呢 最新品種剩下的是二氧化膜跟水 二氧化膜跟水而已 二氧化膜還可以重複使用 那水呢 就把它倒掉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看第十二題吧 這個實驗的壞反應是這個 你一定要會自己寫的 一定要會自己寫 碳酸鈣加鹽酸 變成氯化鈣加水加二氧化碳 這個你一定要本事自己寫出來 寫不出來的話 把它寫在另外一個本子上 常拿出來複習 常看它 把它背下來好嗎 第二個 剛剛做氣體 千萬不要收集 剛剛講過了 第三個 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氣還要大 所以要用什麼樣 如果集氣品的話 最後已經完成了 要把它放正力在桌上 開口要朝上 不能朝下 正力在桌上 第四個 點燃的現象去檢驗的時候 二氧化碳 所以現象會熄滅 會熄滅 表示二氧化碳並沒有助燃性 沒有助燃性 第五個 二氧化碳溶於水會呈現酸性 呈現酸性 沒有助燃性 第二氧化碳 第二氧化碳